郭芳那个臭脾气 我估计这次是新来的创意总监 非得碰你鼻子回不可 也好 给他一顿杀威棒 总比他来了就出风头强 我觉得这次他没辙 那你去玩玩看着点 有什么事情回来告诉我 行 我知道了 各位好 我是PATG新任创意总监张宏欣 您好 终于来了个管事 能说准话的人了 真是不好意思 此前的合作 给各位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更不愉快 关门堂皇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直接告诉我们解决方案 我们也没时间跟你耗在这儿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 这种质量的广告 我们不可能拍 您说得太对了 别说您不接 我们PATG也不会拍 这是最新的广告创业方案 请各位先顾目 由于时间有限 我只是把新广告文案的内容 大致上的方向 关键词写在上面 各位先顾目一下 郭小姐 不瞒您说 我是您的粉丝 我记得您曾经在 某一档《谈话节》栏目里面说过 您最爱的一篇文章 是朱自卿的背影 每一次读到 都会想起您的父亲 爸爸总是骑着自行车 送您上下雪 长大以后 您到北京念书 每一次回家 爸爸还是会骑着自行车 到火车站接您 这一次我们广告文案的内容 就是源自于 您的这段亲身经历 爸爸坐在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上 在总是会经过的 那个小外婆门垢单 在回家的路上 经过一条又一条熟悉的街道 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 但是你发现 爸爸的背影不在那么挺拔 甚至有点苍老 最后是我们的广告词 家是心中永远的方向 您觉得怎么样 这个创意突出了这个广告的主角 汽车 在打了情怀牌的同时 也承载了我儿时的回忆 玛丽姐 这个广告我接了 那这个广告 南岸原定计划时间拍吗 玛丽姐 这个广告对我的意义特殊 所以我们可以等 那么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所以你们中午都在这儿吃是吗 这里是公司中高层的幼团区 我们这些小职员 哪有这么好的待遇 丁总 丁总 来吧 这么巧 走走走 我 我是应该叫您丁总 还是叫您汤姆比较好啊 什么都行啊 好 我实在叫不惯这些英文名字 就是我也特烦这个 你叫我老丁吗 我叫你红星 行行行行 这样比较亲切 就是你快别客气 快做呀 好好好 这是自助还是点餐 都可以 看看 早中午晚下午茶 宵夜公司全包 玛丽姐 我 我能 你随意 你随意 小总啊 我去拿饭啊 小总啊 我去拿饭啊 你尝尝 我们部门这新老板怎么样 是不是特厉害 我说上官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可别忘了 你好像是上任老板请来的助理啊 我要是新官啊 我上任第一把火呢 就是把你给换了 莉莉姐 那个张宏兴和丁长江在下面 两个人讲的没飞色舞 到现在还在那嘀咕呢 他行动倒真是快呀 你是不是给赢家有些行动啊 你看那个汤姆老奸俱滑的 抛牌又刚来 肯定会被他拉过去啊 哪受哪了啊 威卡的合同要到期了 而且这可靠的消息说 他不准备续约 所以现在有野心的人 就开始蠢蠢欲动 表面上看是很平静 和和气气的 一切都好 但是都得底结石板子 下套子 你真得小心 要不是中招 被你说的我头皮都发麻了 感觉又对了 不 你放心 有我啊 我在 我照你 哪射过箭 我提醒你 谢谢 那我就放心多了 不过说实话 我呢 一直都喜欢搞创意 我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你不害人 但人就不害你了 我跟你说一个啊 你没借步的 温丽丽 八个字 高度概括头 八个字 貌似蛇险 心如蛇险 那他不就是蛇险吗 这万一他们要是勾搭在一起 维卡肯定会知道 他可是最讨厌下面的人搞捧档了 但维卡马上就要走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维卡和董事会的人关系非常好 就算他不去医院 董事会的人 也会让他推荐合适的接班人选 所以他的建议和评价是非常重要 当下搞定维卡才是